實在就是S.U.M 大家好,我是慣用汽車的曹 今天首先要跟我們介紹 這台是我們的M7 Turbo 2011年年式的 是2200cc的 扭力的話是28公斤米 以市場上7人做的要到進口車 Outside Alpha 這台是第二個等級豪華型的 它是國產車中的一個Alpha 車色影像的部分 今天我們簡單來說 像進口車的話 現在目前左右兩邊都是盲點輔助 那這台車M7 Turbo 它有左右兩邊的我們的車側影像 簡稱叫我們的Side View 你打方向燈的時候 顯示在螢幕上 再左轉再右轉 行駛會更安全一點 它有一個電動側滑門 開啟再開關的話 你只要拉一下 它就可以幫我們簡單的做一個 開關輔助 我們這台是2011年的M7 行駛公里速度是199000公里左右 你只要打方向燈的話 它的右邊的方向分 會直接投射在我們的螢幕上 讓我們在左轉右轉的時候 行駛其實會更安全 而且它會比較廣角 就是有一個360度的一個環境 可以監測到我們前後左右的一個影像 在倒車的時候會更加安全 像我們這台是獨立的座椅 如果說有長輩的話 一家出遊也比較舒適 它也不會讓我感覺會有一些壓迫感 現在我們比較流行錄影 你只要打開的FB 很多周遭朋友都一直在錄影 我現在是第幾路 今天又在嘉義的阿里山裡面 27路 這台車其實錄影也蠻方便 蠻好用的 它雖然是標榜有七人座 但是它後座 可以做一個收納的空間 蠻大的 後座這邊的話 可以做一個隱藏式的收納 非常簡單 你注意看一下 其實如果像我們一般去錄影的話 都是載的東西也比較多 那你錄影的話會比較方便 這台車無泡水 然後里程的一個保證 那載過來就是引擎 它也沒有做一個變造 我們慣用汽車秉持的把自己當成是消費者 以上是超榮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如果喜歡我們這支影片的話 可以幫我們按讚加分享 如果有喜歡我們這台M7 Turbo的話 可以來慣用汽車找超榮 以上做一個分享 謝謝 實在就是SUM